recognizing these formula J 这个 current density 我们说基本上面 我们已经给了一个定义 就是单位面积里面 它的电流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成I 是等于 我可以不用这个 Close Session的符号 好,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单位 从这个地方单位面积 所流过的这个电流 那基本上面这是我们在 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了的定义 那如果我们把 这里面的 Carrier的Concentration 那所谓的Carrier Concentration 就是说 你单位的Bullet里面 到底有多少的Charge OK Number of Charge 那它是在传导 那我们把这个呢 当成是N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基本上面 我们的Current Density呢 是可以把它写成N 然后这个Carrier的Charge 再乘上它的Drop Velocity 这个V 是你的Drop Velocity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到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进一步来看待它 换句话说 我们的Carrier Current 并不是一种Carrier而已 它可能是Electron 它也可能是Hall OK 那Electron 它所带的电荷 Q 就是Full的Charge 那 这个Hall呢 所带的电荷呢 就是正的Charge的部分 那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结果以后 如果你考虑了 我们说 我们说 它的这个Carrier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Current Density呢 把它写成 N I Q I 的V I 你把它Sum 那 当然在这里面 你这个Carrier 可能是Hall 也可能是Electron 甚至于在议题里面 你可能是Io OK 都有可能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把它Sum 起来 好 那当然它的单位 就是Amp 然后除以米平方 这是它的Unit OK 那 在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底下的话 我们说 这个VIR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它是一个Drop Velocity 那Drop Velocity的话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说如果是一个Metal OK 那Metal的话 带的电荷 你在传导电流的 就是一定是Electron 换句话说 你的V I的部分 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Metal的部分 那 这个是正极 这是负极的话 那我们看 电厂的方向 E 那电荷的方向呢 你在这边 Drop Velocity 它是 一直 这个 跟电厂方向相反 是VI的情况 所以 基本上 你的VI 是应该 跟电厂的方向 是负的方向 好 那我们把 这个比例呢 我把它 写一下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V 啊 我 直接把它写成这样子 好了 因为只有一种 Carrier 就是Electron 好 所以我们把V呢 一般 把它写成 它跟电厂的方向 就像是 比例关系 比例关系 我把它的比例常数 用一个Mu 来表示 那这个Mu呢 是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常数 它是依照 每一种的 每一种的Material 它是依照你的材料 而改变的 那我们把这个Mu呢 叫做 Electron 的 Mobility OK 那换句话讲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如果Mu 比较大的时候 表示 这个导体 是 它能够受到电厂的影响 它的Velocity 是会比较大 换句话说 它的Current Density 也会比较大 OK 好 这个Mobility 的话 你可以去查 一个 这个材料的Handbook 譬如说 我们举几个例子 铜的话 是3.2乘以10的-3 米平方 Volent 乘 这个的话是Second OK 这是铜 那铝的话呢 是1.4乘以10的-4 米平方 这是铝 这是铝 那银的话呢 是5.2乘以10的-3 米平方 所以这是银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平常啊 说我们的银 是最好的导体 然后呢 再来是铜 铜 那银太贵了 所以我们 一般都是用铜来做我们的传导的银 就是从它的Mobility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OK 好 所以 依照这样的结果的时候 你马上你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带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Current Density 把它写到这边来好了 我们的Current Density J呢 你就变成是负的 OK OK 这边是 N1 我把E把它写上 OK 然后 Velocity的部分 又是 负的 MuE1 那我们一般我们把 这个 把它整理一下 这边呢 负的 RhoE 然后 MuE E 这边的RhoE呢 直接把 负N1 把它放进来 这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叫做 Charge Density 所以 你知道说 在这里的 是小于0的值 因为你的电荷 是你的闯 所以你是小于0的值 换句话说 你现在 变成你的Current Density 就等于 负的 RhoE MuE E 的部分 我可以再进一步的 把它写 写成什么 SigmaE 因为我们说 Current Density 跟电场 是成比例的 那这个Sigma呢 在这边 你就直接看到 我们的定义 就是 负的 RhoE MuE OK Sigma 我们叫做什么 就叫做Conductivity 那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Sigma的单位 你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个Sigma的单位 把它放下的话 它是等于Rho乘上MuE 那是安培 除以Voltage 然后MuE 它的单位是这样 所以安培除上Voltage 那 平常 在物理上面 或者工程上面 你会常常把这个单位 OK 就叫做C MuE 或者是 我们平常把它写成 I C M1 M1 我们把它写成S 除上M OK 好 这是 这个单位 我们就叫做CMEN OK 那这是你们在工程上的书上面 常常会看到的 它的Conductivity的单位 这是完全是导体的情况 那它只有一种电荷 那这是Electron 那你看到的 Current Density 跟Conductivity 跟Conductivity 跟电厂之间的关系 你就可以知道 那第二种情况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它的Carrier 可能有不同的 啊 情况 那我说如果是在Semiconductor 那Semiconductor 那Semiconductor的时候的话呢 你可能有Hall 你有可能有Electron 在你传导你的电荷了 那如果是Hall的部分 跟Electron的话 就跟这边是一样的情况 我说我的Q 是等于-1 OK 那如果Hall呢 就不一样了 Hall的话 Q呢 就是大于0的 这是小于0的情况 那 那 这里面的Hall的Concentration 如果我们是用NH 那Electron的Concentration 用N1的话 换句话说 跟这里一样的情况 只不过呢 你看到了 假设我现在是Hall的话 那Hall的话 它的Draft Velocity 是沿着电厂的方向 那 我现在如果是Hall的话 我的Velocity的部分 是应该是μH1 这是会Hall OK 所以我们看到的话 我Hall的Draft Velocity 是μH1 那Electron的Draft Velocity 是μE1 那μH跟μE 是不一样的 而且 一般啦 In General的情况之下 那 μH 它是不等于μE的 我举个例子来看好了 我说Germania 那Germania的话呢 它的μE 是等于0.38 然后μH呢 是等于0.18 换句话说 它有一大部分是 是Electron在导电 但是有一部分 是Hall在导电 那Silicon的部分 OK 它的μE是等于0.12 然后μH呢 是等于0.03 所以不同的物质 它的这个 Mobility的部分 这Mobility的部分呢 它就会有不同 换句话说 你去看不同的介质的话 你在material不同的时候 这个Mobility 就是代表你这个什么 介质的导电性好坏 那 基本上面 我们看到了 电场跟Mobility 跟Velocity之间的关系的部分的话呢 Dripe Velocity之间的关系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Clone density 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 负的 Rho1 μ1 电场 这是对 Electron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 Hall的部分 μH 最后的话 这是正的 这也是正的 所以它就变成 RhoH μH 的部分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把 Current跟电场的关系 把它表示 还是 Sigma1的话 那你的Sigma 很单然的 你要考量 Electron的部分 也要考量 Hall的部分 也要考量 Hall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在 这个 Semiconductor里面 你要考量的部分 是两种的Carrie 所以 在这样的条件底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Sigma呢 我如果是 以Germania 来看待的话 我是等于 2.2 Simon 除以米 然后如果 我是Silicon 来看待的话 是1.6 乘以10的 护3 Simon 除以米 这是Silicon 所以从这里 你看到的是 Germania的导电性 是比 Silicon的导电性 好很多 OK 那这也是我们 虽然我们现在 用Silicon 来做 我们很多的半导体 因为它便宜 系到处都有 但是Germania 比较少 但是它的导电性 是比较好的 所以有很多的研究 就是Germania 的部分 一直在引进来 那到目前为止的 半导体的科技产业 还是一直在把Germania的部分 引进来 这个取代C的部分 当然你要 把成本降低 不然的话 这个C是比较便宜 Germania的部分 是比较贵的 好 所以你现在 你看到这样子 一个结果以后 有一部分是很重要的是 这个Conductivity 我们说这个Conductivity 基本上面 你已经看到它 几乎是一个常数 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它是Depend on Temperature 为什么它是Depend on temperature 如果这个部分 你必须要到大四的时候 你去学固态物理的时候 你就可以了解 那我大概的稍微讲一下好了 我们说 对半导体而言 它的能带结构的话 OK 这个是 这个是Balance Band 这是架带 这是Conduction Band 这是导带 那如果 你电子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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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到这边的话 这边都是电子天满的能阶的时候 到大三的量子力学过的静态物理的话 你看到电子是一个一个能阶填填填填填 那如果 那如果 电子填填填填 填到这样子的话 那这边有一个很大的gap 这个gap 这能细的话 那电子已经这边都填满了 它 它 即使 有电厂给它的时候 它还是没地方跑 因为它没办法 有其他的空轨欲让它去走 这个就是 绝缘体 OK 那有一种情况是 这边有一点点的 还没有完全填满 OK 它填 还有一点点的完全没有填满 在这个地方 这个behavior的性质 就是hole 的性质 好 这个就是hole的性质 那这个就是半导体的情况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我的gap非常非常小 我这个能量啊 这个gap的能量呢 如果很小 小于 我的kVt kVt的表示 就是我的sermal energy 那我温度很高的时候 我在这里的电子呢 就可以要填到这边来了 OK 因为它的能量很低 几个meV而已 那它就是 零点几个meV 它就要填上来 要填上来以后 它就变成是什么 自由的电荷 好 它这边就非常的自由 非常自由的电荷 那就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导体的性质一样 但是 它跟导体唯一不同的一个地方是 它能够要填上来的电荷 也不过是这附近的电荷 才能够要填上来 越低能接的 它需要的能量越多 OK 所以它跟导体唯一的不同 是导体在这里就有非常多的 carrier concentration 这个n非常大 但是semicontact的时候呢 即使你是这个carrier 这个n呢 就是我们的rhoh 就等于nh的1 然后rho1 就等于-n1的1 这个值跟这个值都很小 ok 所以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为什么它会跟温度有关系的 一个原因 好 那到了大三 过大四的时候 你们就对这个能阶图 会越来越有感觉 你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它会有两个像 跑出来的一个原因 那一般来讲的话 温度越高 温度越高的话 你的sermal energy 就越多 越高 那sermal energy 越高的话 就是这个 能够要填上去的电荷 就越多 换句话说 sigma 大概都会是跟温度 层 温度增高 这个conductivity 就会越大 对 这是半导体的一个特征 的情况 ok 那金属的话 就不会 金属当然 反正它已经是在这里了 金属的部分是 这边都贴满电子 温度高的话 只是它更活泼一点而已 但是半导体就不一样了 你可能温度越高的时候 这边要填上去的电子就越多 那你就是 你的 carrier concentration 就越大了 ok 那你的 这个charge density 就越多 那conductivity 就越大 所以 当你做实验 你如果做实验 这是温度 这是你测量的conductivity 如果你做一做 欸我发现 我这温度 随着温度升高 然后它的 carrier concentration 在升高的 欸它的conductivity 在升高 你就大概可以 断定这个物质啊 应该不是 metal 而是可能是 semiconduct ok 那如果它是这样子的 随着温度 那conductivity 是几乎是平的 那大概就是什么 metal的情况 好 这是它的特征的部分 所以 在你学半导体 好 学材料的时候 这个conductivity 跟temperature 的关系是 最常 你去测量的 一个 这个 啊 物理量 好 那当然你要测量 conductivity 你可 同时可以测量 因为你的conductivity 是跟什么东西 跟charge density carrier concentration 有关系 那 又跟mobility 有关系 那carrier concentration 用什么测量 啊 carrier concentration 用什么测量 啊 carrier concentration 嗯 实验物理学 应该也有学了 啊 然后 普通物理也有学了 用什么测量 carrier concentration 或效应 对 非常好 所以你知道 contactivity 你知道carrier concentration 你就知道 mobility 所以这些物理量 都是在 你研究你的 物理的性质里面 很重要 应该要去测量的物理量 OK 这是我们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已经知道 conductivity的部分的话 还有一个物理量是 你们常常用的 就是电阻 那电阻跟conductivity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呢 我们先定义 另外一个物理量 叫做 receptivity ok 这receptivity的定义 就是conductivity的导数 那平常我们把 我们的receptivity呢 叫做电阻力 叫做电阻力 那conductivity呢 是 就是电导力 好 那我们说 电阻力 跟电导力 它复为 它复为 我们平常是吧 Rose等 sigma分之1 这个Rose跟这边的Rose 是不太一样的 这边的Rose是 Charge density 它底下有一个 下标的部分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完全 receptivity的Rose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这个 电阻力 跟我们平常的电阻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我们接着 我们想要了解的 OK 电阻力跟平常的电阻之间的关系呢 回归到我们整个 这个导电的机制上面来的话 我们说如果 一节的 先以导体来看待的话 那我们说 这一节导体 L 那 它的 截面积 是S的话 那 它的Current density Density 是J OK 好 然后 我们知道它是Metal的时候 电场 1 那 从我们刚刚已经了解的部分的话 我们的Current density Density J 是可以写成 Current 1 好 那 你写成这样子的时候 另外一件事情是 同时 你也知道 这两端的电位差 1到2之间的电位差 V1 2 OK V1 2的话呢 你把电场 E.DL OK 你可以看到 1 2 负的 这个呢 它就整 E乘上L 那 我们了解到的是 Current density 跟Current之间的关系 你已经知道 Current.ds 是等于Current Current density Dens Dens 是等于Current 那 在我们这里面 这节导线的话 你的Current 是 这个方向 从 高电位 正电位移到 互电位的部分 那句话说 这是正电位 这是互电位的部分 那 另外一个是 你的Current 这样流的时候 J.ds 这两个是 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 Current 其实就是 J乘上S 就是 S S 它的Surface 面积 是我们最常 把它拿出来 就是 电 这个 电流密度 是等于电流 除上面积的部分 那我们把这几个关系 把它合并起来 你看到了 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把 J 是等于 I除以S 那I呢 I呢 I的部分呢 我把它 J又等于4,1 等于4,1 OK 这个是我们已经都知道的 那 1的部分 跟V12的关系 就Sk 1 是等于 V12 除上L 所以你马上你把这些关系 把它 再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说 V12 跟I的关系 那把它 整理一下的话 就变成是 L一向过来 S Sk OK 那我们说 我们平常 去定义我们的 电阻 OK R的部分 我们的定义就是 两端的电位 它 它 除上它的电流 所以 在这里面 这一个就是你的什么 L 4,S 就是你的电阻值 OK 这就是你的电阻值 好 那 这是完全由 这个 电阻的定义来的 那 反过来我再问一个 什么是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是什么 对 这个东西要常数 到这里都是定义啊 到这里都是定义啊 OK 欧姆定律的意思就是 R 是Constant 才叫做欧姆定律 好 也就是 你的电阻是一个 Constant的时候 你才是 符合欧姆定律的 原件 哦 叫欧姆定律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说 像这种 它不是常数的情况之下 它就不符合欧姆定律 它就不是欧姆原件 好 这是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OK 什么东西 对啊 可是欧姆是 看好 电药的电 电压跟电流的关系 你不 这个东西不会 它不会水温度 而改变的 对 所以基本上面的话 如果你再去 更进一步去看的话 你V跟I的之间的关系 V跟I之间的关系 你是 这是linear OK OK 那这个就是 R是Constant 它是这个 欧姆电阻 那当然有可能 它是这样子的 OK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是欧姆电阻 OK 那我们说 我们的那个 电晶体的部分的话 它是这样子 好 就有很 Xenodial OK OK 那个 二极体 二极体的部分 它就是什么 这个是完全 先顶 这个是一个 比较 过来的 但是这个 是black down的 OK 它只有一边的电流 可以通过 那另外一个 反向的电压的时候 它就被击穿掉了 所以那个Dial 这二极体的部分 就是属于蓝色这一条的部分 那它这个也不是欧姆电阻 好 可是 我们必须要在这边 啊 讲一下的 这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有没有问题 好 同样的 还有一个物理量是 我们常常会用到的 你现在你这个是 电阻你已经知道了 电阻的话呢 是 resistance OK 那 基本上面 还有一个叫 conductance 这叫电导 那电导呢 讲穿的其实就是 电阻的导式 我们常常把电导叫G G的定义呢 基本上 就是R分之一 所以 所以 如果你现在是以这个线型的 长型的这个电阻的话 那 这个R 那R的部分 你已经知道是 Sigma S L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G的部分 是等于L分之 Sigma S 好 所以 你看到的是 这个电导 这个电导 是跟电导力相关的 那这边呢 电阻呢 是跟电阻力相关的 OK 好 这是 两个 我们常常使用的一个 物理量的部分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